咱们调凉皮 很多朋友把重点都放在了辣椒油上 其实这个料水也很重要 因为调味全在料水里 只有料水做到位了 才能拖出辣椒油的香 这两者是相死相成的 干货去拿走 可天就赚钱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凉皮料水 怎么做才能做到位 所有料水必须要有香料 碧波 金香 桂丁 等 具体比例我打在屏幕上 还要配合醋和酱油 这个醋我们用的是陕西香醋 一是这个口味略的微酸 吃的爽口 二可以解一解辣椒油的油腻味 水烧开香料洗净下锅 这个水量的多少没有关系 主要是熬出淡淡的料香味 水多就多熬一回 水少就少熬一回 判断的标准就是 一看二文三长 有淡淡的料香味后 出锅 千万不敢熬过了 不然料味太重就发苦了 这个料水应该是淡淡的茶色 看着很清亮很透彻 重新起锅 生姜末炒香 下醋 这一下就把醋的裂酸味和厚色味去除了 吃着就更揉香了 烧开后加入酱油 再加入去渣的料水 说一下比例 醋400克到500克 可以根据自己吃酸的喜好 香料水三斤 酱油100克 烧开后调入150克盐 5克味精 搅的融化 再打掉生姜末 这样我们的凉皮料水就熬至完整 可以出锅了 调凉皮 就这三种料 辣椒油 料水 蒜水 一份面皮 加配菜和面筋 260克 先调入40克料水 再调入40克蒜水 辣椒油 美美的来两勺 最后减缀 清脆的黄瓜丝 有了料水的蹭托 再加上辣椒油的焦香 这碗凉皮 麻麻大 最后调调一下 这个料水呢 当天做 当天用 不能隔夜 如果隔夜的话 就变味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学 就到这里 关注我们 学习更多 小吃开店技术 我们下期课见